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開窗發現 哇 外面的霧霾人片 所以其實那個心情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沮喪的 那為什麼會希望帶大家去熬湖 去出走離開這個學校的地方 但不是去避空屋這件事情 而是人見到這個環境的時候 其實你會有一個對自然的憧憬 跟對自然的感受跟感動 那我這邊有一個 我自己很震撼的生命故事跟大家分享 所以請大家先靜下心來 30秒的時間 1.2.3 1.3 1.3 2.3 2.3 1.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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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3 2.3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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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因為生物地理上它是一個非常非常特殊的地方 那它在歷史上面也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地方 怎麼樣子特殊的地方 它其實是我覺得我們人可以去檢視 我們人跟環境從頭到尾開始的這個過程 怎麼說它的故事從最開始 它就是一個人定勝天的代表 就是那個年代覺得人好萬能 我什麼東西就把它往下填就是了 所以你在看那個海岸線一定會覺得 我們不可能有一個自然海岸線 跑出來一個馬蹄形的狀態 它就是人定勝天找出來的 所以它在民國五十幾年的時候 也沒多久喔 民國五十三年比我老一點點而已這樣 它就找了一堆人去想辦法填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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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填出來就變這樣 所以它是填了1700多公頃的地 所以變成了一塊這樣子的所謂的農耕地 但是在民國七十年代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七十年代的時候 台灣西南海岸因為非常多的產業 但是我們今天要談非常多有趣的事情是 這個不能怪罪在產業 但是當時在做了非常多的養殖的時候 這個地方的養殖的時候 其實有讓台灣的西南海岸 整個有呈現下限的狀況 所以這個地方變成不能用了 不能用了被自然要回去了 所以我們原本覺得我們好厲害喔 我們填出來的地現在被自然要回去了 它變成了各式形態的草澤 變成了各式形態的濕地 變成了很不一樣的地方 那我們的人其實非常的有趣 我們在九零年代 我們又覺得我們好萬能喔 我們開始大面積的造靈 所以你到基地的時候 其實你會看到大片的森林之外 你會看到大片的不太像早在西南海岸的靈 就會出現在那邊 所以那裡是一個非常非常的充滿了土地跟人的故事 那它周邊的產業其實也非常的有趣 這地方是一個非常活的地方 除了你們看到說 我們今天這裡跟環境 可能有人覺得說好像是不飽 所以要引進非常多的遊樂園啊 非常多的大量的觀光啊 但是其實這裡的產業是非常的活絡的 包含周邊的農業 包含這個外面大面積的 這是柯 那個雅柯的 大面積的柯架 包含 你們想要猜得出來這是什麼? 好厲害喔 好 這是曼苗 這個在價格好的時候意味非常的貴 那他們會在河口 會在六角大牌跟北港西口會曼苗 那它會 這是非常漂亮的地方 它會有非常多的洋情的漁溫 所以這裡的產業是非常活絡的 但是它的產業的活絡不是我們一般認知 所以覺得我一定要有很大的觀光 一定要有非常多的遊覽社衝進去 它才叫做產業 那所以我們想要帶大家去熬虎 因為這裡是一個充滿了生命跟故事的地方 那這個生命跟故事包含野生動物的生命 包含野生動物跟人的生命 包含人跟土地的生命 它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的故事 包含各種鳥的故事 如果今天有六百分鐘 我就在那邊跟你們講梅子鳥的故事這樣 那這裡非常特殊 它是一個島中有水、水中有島的地方 為什麼 因為剛說它是被填出來的 它被填了一個島 填完之後下陷了 裡面好多水 所以它島裡面有水 可是這是我們當時要去造訪的一個非常有趣 被圍在中間三百戶人家的三百人的聚落 那所以我們要去一個島中有水、水中有島的 有趣的地方 那這是一個人跟感動 人怎麼去感動的地方 你看到的這一排的大哥大姐 就是到時候會跟我們一起相處的大哥大姐 那都是當地人 然後會告訴你說 它二十年前是去亡鳥、殺鳥的 還會告訴你說哪一隻鳥的血最好喝 洞天最補身這樣子 但是現在它們是當地的首都者 那每一隻大砲都是它們自己掏藥包買的 那你會看到這些大哥大姐可以做什麼事情 它可以在國際的黑面皮膚的網站上 登陸這個所謂的鳥的那個細放環 就是知道說哪一隻飛來台灣了 去登記在國際的網路上面 所以這裡是一個充滿人跟充滿感動的地方 所以我們要帶大家走進老虎去做什麼 去重新感受這個地方人跟產業的關係 那我們在那裡比較不好意思 我時間沒有用鳥聲嚇到大家 因為那個是我大三的時候 第一次見到濕地 第一次被嚇死的感覺 所以你會在裡面讓大家 尤其是城市長大的小孩 試試看什麼叫做被鳥嚇死的感覺 所以這個是希望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加入阿姆的工作 謝謝